那我们刚刚已经做好了就自动化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 希望怎么样 希望在做那个枢纽自动化 跟删除 这个自动化部分 那怎么做我看 干脆请各位把刚刚那个档先关掉 你重新再开那个 这个 另外的档算了 因为如果把它放在一起感觉会比较混乱 你们干脆就开那个什么 问卷调查02 因为这个02的话是已经做好的 那一样你就是把它怎么样 这个到欧栏的部分把它选起来 把栏宽调 小一点好了 这样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 就是右边的东西 先让它调小一点 OK 然后将来的话呢我们就是 反正知道里面的东西大概就是问卷调查里面的结果 那一样把那个栏 把里面的那个框线 设定一下 常用里面的框线 设定一下 那有刚刚讲过色彩的话 红色 内框外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统计每一个栏位 假设我今天希望 B栏到欧栏 里面 帮我做出那个百分比 统计 那怎么统计 第一 插入那个 梳纽分析表 二的话 他帮我把范围选起来 按确定 再来的话 请你把那个性别 拖拉到列标签 那值的部分呢 也拖拉 也拖拉那个性别 反正列标签跟那个 值都是 那个 那个性别 那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你拖拉的不是数字 他就帮你加几个 也就是150 他总共好像是 里面调查的问卷里面 Ctrl向下 总共150 笔记录 那其中的话呢 性别是 那个 女生的话 是62个 也就问卷 的 对象 有62个女生 88个男生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最后显示的结果 不要是 用几笔 而是我希望占百分之多少就好 OK 假设这比较简单 如果你要把这边变百分比的话 记得就是从哪里呢 值的这个地方 有个箭头 在右下角 点一下之后有个什么 值栏位设定 那其实如果你将来要变更的话 其实可以从这个地方 做一些 设定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点下去值得 那其中的话 当然未来 你大概可以发现 在要值的方式 如果你放的不是 一个数字的话 固定就是预设值是 项目个数 其实项目个数就是count 那后面其实应该就是多一个if 如果是女生 如果是男生 他帮你算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加总的话 不过如果你按加总应该显示错误 因为他是一个文字 他没办法帮你加总 最大最小也不行 所以其实如果你里面 放的不是数字 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 项目个数 除非如果里面放的是 数字的话 他就可以用其他的效果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请你 把它切到值的显示方式 旁边这个 预设值是无计算 意思是保留原来几笔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改成百分比的话 很简单 点下去之后的话 里面呢 就可以让你挑选 其中一个叫什么 总计百分比 你把它改成总计百分比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那不按确定之前 那你百分比 如果你要 他这个百分比 应该各位 之前如果用过 格式里面也有类似的 或者你可以改什么 除成 那个 他的格式 比如说你不要小数点 第二位 你可以 再到这边点一下 也可以 要不要小数点 第几位 如果你要到 整数位就好了 你就把这个 去掉 OK 按确定 这边有个数值格式 不过你不改这边 其实你改外面这边 也可以 只是说因为多个功能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按确定 百分比就显示出来了 看得出来 占比 各式 百分之 五十九 跟四十一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再帮我产生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是 年龄 再来教育程度 职业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以后会有这种 这种问题 就是很多很多个 那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 每一次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话 不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思索 所谓的那个 数据分析表的自动化 那怎么做啦 请各位先 彩排这个 接下来 一样录制 录制这个 只是说呢 后面你可能就要修改一下名称 修改 那问题是哪边 可以改 如果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改 不如你就录两个 比如一个是 什么呢 性别 一个是年龄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差异 只有一个地方 你就把那个地方做变更 比较好 OK 这里的话我想 大概一个方向 那再来的话 可能会需要 一个什么 一个回圈 那这个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 我们刚刚的性别 先改成那个 百分比 试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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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